林志穎今天上午駕駛特斯拉 载儿子行经桃源如竹 突然自撞分隔岛 整辆车瞬间起火 场面相当的惊悚 而当下附近的工人见状 在火蛇冒出的驾驶座 赶紧将卡在车内的林志穎 硬是给拖出来 随后火势瞬间蔓延 我要给阿姐一个继续 都在林口长庚医院救治 而警方也将持续厘 轻轻车祸原因 熊熊大火不断燃烧 白色特斯拉撞上坟戈岛 整个车头陷入火海 换个角度同样惊悚 火势猛烈越少越大 只见附近几名工人 合力将驾驶硬拉抬下车 随后不到五秒钟 火势瞬间蔓延 整辆车复制一举 驾驶被抢救出来后 躺在路边动弹不得 民众赶紧帮忙驾散遮阳 跟晚晚没想到救出来的 近视一人林志穎 生死一瞬间跟死神拔河 原来第一时间他完全被卡在车内 没有结束就直接装上去了 听到声音才出去救他们的 他在里面卡住了 硬拖出来了 整个流血然后变形 上半身沾门血迹 林志穎鼻青脸肿 咸血直流手部跟明显骨折 而当时坐后座六岁的小儿子 开了车门自省脱困 住人而已 这是林志穎的小孩 好 那你先把他放上来 紧紧抱着热心妇人 林志穎的小儿子满脸惊恐惊魂未定 身上还穿着赛车服 原来事故当下 林志穎在儿子到桃园练卡丁车 转弯后直走就到车厂 但车子却突然偏移 直从坟格道撞断路牌 酿成火烧车意外 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对象的行车记录器 排到林志穎毫无刹车的撞上标志牌 当时消息一出传出经纪人一度否认 但民众比对林志穎经常佩戴的 赛车表款和小孩鞋子 传手打扮确认就是本人 上次是相对的稳定 坚神也是相对的稳定 这些就是把他从车上救出来的民众 近四百万特斯拉烧成废铁 林志穎受到重伤 骨折被紧急送往林口长根 事后警方调查发现没有酒驾 当时车速也不快 到底为何自撞还要继续调查 而林志穎的妻子弟弟也都感到 医院陪伴要彻底厘清事发原因 接着谢鸿如黄天澳